有这么一款路由器 它自带两个万兆网口 而且有四个千兆网口 还能扩展两个2.5G或者是5G的网口 自带Wi-Fi6支持160MHz 可以同时安装两个操作系统 我还在它上面安装了 L大跟小宝大佬合作开发的 独家的首发版本的SDoor OS 因为我们在刷入最新的SDoor OS之后 就可以解除原厂固件对硬件的一些封印 首先我们可以解除原厂固件的区域限制 打开160MHz 4x4MMO 而它的信号又可以增强大概5个DB左右 它的传输性能直比小米HR9000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原来的固件网速是这样的 那么刷完新的固件之后 原地起飞 刷了固件之后它会支持Docker 而且是内核支持的 那么所有插件都可以在线的安装 非常之快 存储性能也是加倍 USB 3.0的性能 可以超过270Mbps 你也可以通过USB网口拓展出两个2.5G 甚至是5G的网卡 并且跑满它们的带宽 在新版的SDock固件里面 加入了万兆硬件的加速NSS 在万兆转发时CPU的使用率 无限趋近于零 刷了这个固件之后 你几乎得到一个全新的支持160MHz 4x4MMO的 拥有万兆最多8个网口的终极上网神器 那么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威廉通的Kuhoa 301W在魔改之后 到底有多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路由器的金水 那金水第一次看的这个路由器 应该还是在两年前 那东东悟空包括斯波图大佬都介绍过 有详细了解的 可以去这几位大佬的频道考一下古 首先我们在这介绍一下这款路由器的一些参数 Kuhoa 301搭载了高通的IPQ8072A 这个SOC是4核心2.2G核子的 1G的内存 4G的EMMC 4个千兆网口 2个万兆 2个USB的3.2进万的接口 这是一款支持802.11AX的双频无线产品 整体的功耗最高也不过在24W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产品通身是白色 采用了内置天线 IO接口的部分整体都在背部 放到家里是非常好看 而且是好搭配家居的环境 原厂的固件支持VLAN SSID的切分 甚至支持QVPN的功能 而且也支持VLAN通自研的SD-WAN 那么如果你有两台以上的QNAP的网络设备 无论是交换机还是NAS产品 都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他们的SD-WAN进行异地组网 其实说实话 原厂的固件已经非常非常好用了 但是今天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那么接下来金水就手把手教你如何从原厂固件升级到最新的SD-OS 首先我们要准备刷机的固件跟万兆网卡的驱动 包括SS的工具 在这我给大家打了一个包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自行去下载 首先我们需要在开机的状态下 按它后面的WPS键 长按听到两声响之后再松手 这个他们自带的SSH就会开启 我们使用一条网线连接电脑网卡跟路由器的LAN二口 之后我们打开SSH工具 IP地址用192.168.100.1 用户名是Admin 大家在这要注意它的端口不是22 是22200 在这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改过它的IP地址 那么你输入的就要有一些变化 连接上之后我们输入这段命令 这段命令我们可以用来检查现在的启动分区 那这里如果返回的数据是1 我们就需要执行第三步 那么如果不是1 那我们就执行第二步 那我们现在需要执行这条命令 那在启动分区转换为1 然后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之后我们同样需要按WPS键 听两次响之后再开启SSH 进入SSS之后 那我们来确定一下我们的返回数值是1 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三步 我们需要上传我们的固件 我们找到固件之后 解压缩 找到我们的Kernel和Root这两个文件 我们用WinSCP或者其他相关的软件 把这两个文件 复制到我们的路由器下的TMP文件 复制到这个目录下之后 我们会使用DD命令进行备份 那主要备份是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MTD的闪存分区 以及MFC的闪存分区 备份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刷入固件 那么通过这两条命令 把我们的固件分别刷入分区1和分区4 数据完成之后 我们看这个命令查看 主要来对应一下是否正确的刷入P1跟P4这两个分区 那如果确认无误之后 我们设置0号盘为启动分区 保存并启动 这次重启的时候 大概时间会有点长 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 大概会在三五分钟左右 重启完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网卡 会自动分配到IP地址 那不出意外 它的IP地址的网段 应该是192.168.1.x的网段 那这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就要输入192.168.1.1 这样就可以进到我们S.OS的后台了 那此时网卡的部分 实际上是没有被驱动的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刷入 万兆网卡的驱动 那同样我们会再次打开SSH 那我们需要重建一个 这时候首先登录的地址是变了 是192.168.1.1 那它的用户名是root 密码是password 这时候的端口就是正常的22 进入之后我们把AQR的驱动 用SSH命令或者是WinSCP 我们使用WinSCP工具把它传输到路由的TMP的目录下 在SSH工具这里输入这条命令 那我们抹除原分区的MTD10的这条数据 那我们使用另外一条命令刷入新的FW的驱动文件 使用这条命令我们可以修改我们的环境变量 那最后我们使用这条命令查看一下是否有这个数据 那么如果有那就说明刷入成功了 之后我们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重启之后我们同样回到IP地址是192.168.1.1 登录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S.OS的后台了 现在我们打开网络找到端口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一共有6块网卡在线 那其中4和5就是我们的万兆网卡 在这儿给大家说明一下301W的固件系统分区的结构 由于它是双存储的模式 EMMC之中保存的路由器的操作系统 这里面一共有9个分区 那他们结构大家看一下图 那系统1跟系统2 那分别对应了我们的Kernel和Root 它是互为备份的 理论上其实内容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在分区1 那就是原厂固件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条命令切换到系统2 也就是S.OS 那我们在系统2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条命令切换到我们的原厂固件 那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 不过你要是搞错的话其实也还好 那么可以通过TTL创口的方式就回来 虽然说拆机有点麻烦 不过这也不乏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那么就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目前301W的价格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空间 那么如果有想了解的小伙伴可以去金水的小店了解一下 那如果你实在觉得麻烦 那只要你在我这购买301W 不仅有的小米的AX9000跟它使用的是同款的SOC 但是可用的内存几乎不到60MB 虽然经过一些骚操作也可以顺利的解锁 但是想实现双系统共存它和301W相比 目前还是要麻烦的不少 那么如果有小伙伴想看AX9000的刷机视频 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那么节假日期间 金水也可以给你安排一个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路由器的时候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么麻烦大家给三连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K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您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